10个女性里面有9个都非常愿意接受伴侣给予自己的口爱 你相信吗 原因其实很简单 接受口爱的时候 可以更多的感受到这种对方的爱意 而且呢 确实在身心上都是一种享受 更容易让女性达到高潮 但是呢 有些女性在接受伴侣给予自己的口爱的时候 感受其实很差 体验并不好 那么怎么给予女伴口爱 可以帮助对方更加的享受性爱 更容易达到高潮呢 今天我们就来科普一下这个小知识 那美国这边有一个网站 Badgirlsbible.com 他们调查了1000多位成年女性 就问他们喜不喜欢接受口爱 那其中有91%的女性 都说自己特别享受伴侣给自己的口爱 而其中呢 有70%多的女性在对方给予自己口爱的过程中呢 就很容易达到了高潮 其中还有14%的女性在接受口爱的过程中达到过潮吹 那么这个调查里面还进一步询问了这些女性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这么喜欢接受口爱呢 大家最一致的答案就是在接受口爱的过程中能够感觉到和对方的一种情感上的链接 其实说白了就是能感受到对方给自己的爱 可是为什么我自己在门诊上接待一些女性来访的时候 他们都跟我说我的伴侣也会给我进行口爱 但是体验很差呢 我记得我有这样的女性来访就跟我讲 当我伴侣给我口爱的时候 她就随便的舔了一下就过去了 哎呀我觉得完全没有舔对地方啊 或者这个技术真的是不好 那么这个小型的研究调查里面也发现 其实女性在接受口爱的时候体验不好 主要有这样的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伴侣的口爱技术实在太差 第二呢就是女性在口爱的过程中完全自己没有办法放松 心里面有很多的焦虑 哎呀担心自己的私处会不会有异味啊 自己是不是不够干净啊 对方要是嫌弃自己怎么办啊 自己的毛毛有没有剃干净啊 对方会不会嫌弃自己有阴毛啊等等等等等等 有这么多的焦虑担心 女性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放松身心 从而即使是接受了一个非常棒的口爱 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享受到 那么我们具体来聊一下 如何在口爱的过程中 让女性更多的享受到 其实这个呢就牵扯到给予方和接收方 两方其实都需要做一定的努力 首先我们看一下口爱的给予方 可以注意哪三个要点 第一给予女性口爱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轻柔 你哪怕技术不是很好 你的态度到位了 完全可以弥补技术的一些缺陷 像有一些女性跟我抱怨啊 她们的伴侣在给她们口爱的时候 那就是随便的舔一下 没有舔对地方 或者呢 有的伴侣就觉得 给女性口爱就是要吞吐她的阴毛 结果呢 对方完全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还有的女性觉得 对方就把我当一块草地呢 在那里除草的感觉 就是上下虾舔一通 还有的女性呢 抱怨对方实在是太用力了 搞得自己蛮痛的 让对方轻一点 过一会儿对方就忘掉了 从这些抱怨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给予伴侣口爱的时候 尽量的轻柔 有一种呵护对方的态度 那么这种被呵护的感觉 在女性看来感受就非常的好 它传达的是一种温柔的爱意 在这个过程中 你慢慢的双方去协商 慢慢的去探索 对方到底喜欢怎样的一个触碰 怎样的一个技巧 那你态度端正了之后 再慢慢的提升你的口爱技巧 对方的口爱感受就会越来越好 第二重点来了 你知道一个男人在床上 什么样子的方式是最慢最难忍的吗 就是告诉女伴 你不要着急慢慢来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女性 这个情欲的攀升 高潮的来临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平均需要20到40分钟的前夕 才会慢慢的进入这个状态 如果一个男性在床上 可以告诉女伴 不要着急 我在下面为你口爱的时候 需要蛮长的时间 你就放松 你就好好地享受 你就慢慢地去感受这个感觉的来临 你不用着急 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可以想象啊 让女性多么的舒适 感觉多么的温暖 比起那些催着女性说 哎呀好了没啊 你怎么还没感觉啊 你怎么还不够湿啊 你怎么还不高潮啊 我都给你口了好久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高潮啊 那你想这两种沟通方式 哪一种会让女性更放松 更享受 更少地去担忧自己 私处的美与不美呢 而且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小调查当中呢 女性愿意接受口爱的平均时长 大概是接近于20分钟 所以呢 你们在为女伴进行口爱之前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可以提前去学一些小技巧 我们之前有请过一位嘉宾 具体去聊 可以怎样为对方口爱 更有技术含量 或者自己可以怎么 在私下里练习自己的口爱技巧 大家可以去参考 第三呢 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小知识 就是在给女伴口爱的同时 你可以用手指去刺激她的阴道 有超过90%的女性 其实都非常地享受这样的多元刺激 不同部位同时刺激 更容易帮助女生的快感攀升上去 那么在性爱中 你给予过你的女伴口爱吗 如果有的话 欢迎在节目的下方留言 跟我分享你的体会 你的小技巧 那这里想强调 任何的性爱都应该是一段双人舞 也就是说给予方 接受方 双方的互动 感受和交流沟通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这一期着重是讲了 口爱给予方 可以做哪些调整 让口爱的感受更好 那下一期节目 我们就会着重讲一下 口爱的接受方 你要怎么去配合 才能更好的提升你们口爱的感受 那我是一三博士 我们这一期的科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